夏朝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史料一直比较少,进入近代后,西方史学界多半否定夏朝,认为夏朝只是传说时代,是周人虚构的王朝。 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大宇因治水而建立的夏朝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意义。 于是,上世纪以来一批又一批的有职之士踏上了寻夏之路,考古的结果是,夏朝的确存在,但真实的夏朝却令人大感意外。 根据《上书》《史记》《诗经》等史书记载,夏朝都城位于河洛之间,1959年,就在史书匡定的范围内,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发现二厘头遗址。 不过,二厘头遗址的二厘头文化,年代经过鉴定,是公元前1750年,但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与二厘头相差250年,因此二厘头只能是后半夏,属于夏朝中后期的遗址。 那么,前半夏在什么地方呢? 进武帝时,盗墓贼在河南卫辉一座战国古墓中,发现一批竹简古书,其中包括《穆天子传》。 书中记载,周穆王东游黄泽时,天子由于黄台之丘,以关夏后起之居,应入于起室,说明夏起之须与黄台之丘相近或重合。 旨在夏起生于嵩山,但嵩山之北没有黄池,黄泽也没有黄台之丘,而位于嵩山东部的郑州新密,就黄台岗。 北魏历道远水晶柱中,对黄台岗周边的水系有过详细记载,考证都可与新密一些水系相应。 巧合的是,考古发现的新密新寨遗址,其周围的水系就是水晶柱中黄台岗周围的水系。 新寨遗址考古,考古队领队赵春青的新密新寨遗址与夏起之居论文里考证指出, 水晶柱所在黄台岗附近的几条河流,至今仍建筑于新寨遗址附近。 新寨遗址位于河南新密市刘寨镇新寨村,总面积约一百万平方米, 是一处有着外豪、城墙和内豪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宫殿机制的城市, 以富含晚于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新寨期过渡性遗存而著称。 因此,新寨遗址肯定是王权都城。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现代探史词测定,新寨遗址从龙山时代晚期跨越到下代中期, 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200年到前1750年。 其中,公元前2000年前出现城墙及湖城河,公元前1850年左右, 到公元前1750年,属于气势辉弘的新寨期。 考古发现,巨型祭祀遗址等。 此时,新寨文化对周边影响力巨大, 且新寨时期,突然融入大量东移文化元素。 公元2000年时,下朝不是大宇,就是下起执政。 但以沐天子传中记载来看, 新寨遗址因为下起之居,即下起时, 对其诱过一番大规模建造, 比如修筑城墙与湖城河等,将之作为都城。 新寨期突然涌入大量东移文化元素, 以及气势辉弘的政治中心地位, 又与东义首领,后义代夏, 以及邵康中心的历史背景吻合。 因此,新寨遗址理应是下朝前七都城。 新寨遗址在前,二里头在后, 因此在公元前1750年之前, 下人从新寨迁到二里头, 这个距离也符合当时的交通能力。 问题在于,下朝为何此时迁都, 且迁到河洛之间的二里头, 对此,高顾发生了一个非常巧合的现象。 在公元前1750年之前, 二里头遗址至西北, 两个强大的政权先后衰亡。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陵坟香坟, 是最早的中国, 如今被普遍视为遥都平阳。 前几年调查发现, 以陶寺遗址为中心, 坟河以东, 塔尔山以西的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 南北存在两大遗址群, 对陶寺遗址形成了拱位之势, 其中, 周家庄遗址聚落主体近300万平方米, 因此陶寺政权实力非常强大。 更为重要的是, 陶寺距离洛阳仅120余公里, 周里记载, 九福之邦国, 万千里约陶寺, 洛阳大约至于陶寺势力范围。 不过, 在公元前1900年时, 陶寺政权衰亡, 当然, 所谓百族之宠死而不僵, 作为一个庞大的势力, 不可能一夜全无, 大概还有一些残余势力统治该地区。 其次是时茅遗址, 时茅遗址位于陕西渝林神墓, 面积约425万平方米, 是一座史前石柱巨城, 如今, 对于时茅遗址的主人, 学者众说纷纭, 但可以肯定的是, 该遗址含有两柱文化因素, 且必然是一个强大的政权。 近年DNA检测发现, 时茅先民是中国人的祖先, 不是外来民族, 且母系与陶寺一致关系密切, 因此有猜测时茅势力, 参与攻击陶寺早期政权, 掠得了大量陶寺女性。 时茅距离陶寺大概500公里, 距离洛阳大概750公里, 既然时茅能够攻击陶寺, 那么显然洛阳也在其攻击范围之内。 巧合的是, 公元前1800年前后, 时茅势力开始衰亡, 由此可知, 夏朝迁到二厘头前, 陶寺与时茅这两股强大的势力先后衰亡, 而留下了势力空白。 那么, 夏人迁都与此有没有关系呢? 夏人从区域性政权升级为王朝, 是不是也与吸收或征服陶寺时茅采与势力有关? 如今考证证实, 二厘头具有多元文化, 其中就包括时茅、陶寺文化因素。 首先是陶寺影响二厘头, 比如理智, 二厘头文化中的主要理器, 如玉器、月器、七器, 以及崇拜以蛇为原型的龙都和陶寺一致一样。 其次是时茅影响二厘头, 学者罕见一夜时茅与二厘头指出, 二厘头文化的形成, 还有来自于齐家文化、 时茅文化等的贡献, 因此时茅、陶寺文化必然影响了二厘头, 乃至两者有残于势力加入了夏政权。 综上, 夏朝在最开始并不是一个朝代, 而是零散部落聚集而成的群体, 与时茅、陶寺并立, 而且时茅、陶寺对夏朝的名称不叫夏朝, 而是叫蜥蜴, 蜥蜴由治水成功, 威望颇重的大鱼领导, 他们主要在二厘头区域附近活动, 最开始仍各自保持着部落的特性, 因此二厘头呈现出较为朴实的构造。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茅、陶寺衰弱之后, 夏政权趁势西进, 或征服或吸收了时茅与陶寺的残余势力, 并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之下, 由此成为真正的类似后世那样的大一统王朝。 部落逐渐融合到了一起, 国家的概念形成, 都城也就顺利建成了, 反之如果时茅、陶寺还在, 还保持强大的威慑力, 估计夏政权不会, 也不敢轻易蹊径, 而在兴战一致, 还能借助松山山脉做屏障, 其实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下朝, 不太可能一上来就成为广裕王权, 而这种从区域政权到王朝政权的进化, 无疑更符合历史逻辑, 历史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不会一蹴而就的。 但问题是, 穆天子传认为, 黄台之秋是下起之居, 史书记载, 大宇都城是宇都阳城, 梁者显然并非一处, 那么宇都阳城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大宇之父被封为虫博, 故时, 松山名为外方, 夏商时的虫就是后来的松, 经在河南登峰附近的松山一带。 史书也说, 夏起出生于松山, 新寨遗址相距松山很近, 从松山迁到新密, 符合当时交通能力。 《水经柱》记载, 引水出阳城县邵氏山, 邵氏山是松山西风, 因此阳城应在松山一带, 因此, 宇都阳城应在松山脚下, 或许就在如今登峰告城镇。 当然, 史书记载大宇阳城或在其他地方, 但以大宇父亲, 大宇儿子都与松山有关来看。 宇都阳城在松山一带最为完整, 也最符合逻辑。 巧合的是, 考古又一次与史书记载发生巧合, 就在登峰告城镇, 松山脚下相距新寨遗址数十公里之处, 考古发现一座奇特的上古遗址, 王城岗遗址。 王城岗遗址有三座城, 两小一大, 其中小城只有一万平方米, 大城达三十五万平方米, 是同时期河南龙山遗址中面积最大的一座, 已经掌握青铜铸造技术, 并且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 与此同时, 王城岗附近还发现战国时代的阳城遗址, 明确写有阳城。 更为重要的是, 现代探十四策年表明, 王城岗遗址下签为公元前2020年, 这一时间恰好与新寨遗址修筑成墙与护城河时间吻合, 因此王城岗遗址之小城, 理应是大禹父亲所建, 大城为宇都阳城, 即大禹强大之后修筑了大城, 这也符合大禹父亲的历史, 孙子下起夺位之后会与政治斗争有关, 将都城迁到了不远处的新寨遗址, 综上下朝源于宋山脚下, 大禹在此修筑阳城, 下起迁至新寨遗址, 在新寨遗址历经250余年风雨之后, 下朝有迁至二里头遗址, 下人的每次迁都其实相聚都不远, 符合当时的交通能力。 最后西方学者认为, 下朝是周人虚构的历史, 但考古却一次又一次与史书巧合, 背后原因何在? 答案很简单, 只能说明下朝真实存在, 中国史书可信度非常高, 下朝历史被传承了下来, 故而才能在史书记载的大致位置, 发现相关遗址, 因此西方否定下朝, 到底是学术之争还是偏见与傲慢, 还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先 molt吃败品 Huh? 如何寻找全部? 我们这是学术你是神秦 día,